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继续来讲纳粹上台之后 对德国医学界的影响 那把犹太人从大学和其他的公职岗位驱逐出去 这实际上就让德国大学 医院研究所和诊所中 空出了大批的职位 在纳粹上台之后 得益于这些反游政策 德国那些年轻的 没有充分就业的医生们 得以迅速的取得职业生涯的起步 他们填补了犹太同行 被驱逐之后所留下来的空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医生们愿意容忍 甚至是欢迎纳粹的反游举措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医生 愿意支持纳粹的新政权 实际上呢 德国医学界的反游情节由来已久 这也注定了德国医学界 对纳粹清洗犹太人表示欢迎 犹太人加入欧洲医学界 始于中世纪 这或许是因为医学 是为数不多的 对犹太人开放的职业之一 在19世纪之前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 也不能担任任何的公职 不能参加社会事务 或者是团体事务 1978年 第一次允许犹太人进入德国医学院 1721年 第一次有犹太人 从德国的大学毕业 19世纪以后 犹太人才大批的进入到德国医学界 特别是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 德国大学对犹太人开放之后 到19世纪末 犹太人在德国医学界 已经占到16% 而这个时候 犹太人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还仅仅是1%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在德国种族卫生学运动开始的时候 这个运动并不是反有主义的 更多呢 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 实际上在一开始 并没有拒绝犹太人参加这个运动 而且呢 还有几位成员 具有犹太血统 普洛茨把犹太民族 也放在了世界文明种族之列 伦茨在运动的早期 也没有认为他们自己是反有主义者 但这个时候呢 反有主义在德国社会还是很有市场 到了驿站的时候 反有主义已经成为德国社会 一股不容小叙的政治力量 支持反有主义的人民党的选民人数 从1887年的一万两千人 上升到了1893年的二十六万四千人 再到一战前的三十五万人 在1907年的全国选举中 反有主义的政党总共获得了二十一个议会席位 而一战呢 又加剧了战前就存在着的沙文主义 战后的德国社会 普遍的把犹太人 看成是德国战败的替罪羊 犹太人就成为了 在伟大德国背后捅刀子的人 犹太人也成为了资本主义混乱 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暴政的根源 犹太人还被指控为 是幕后操控世界经济的 有组织的神秘的金融力量 那么战前的狂热 让数以千计的医生投身战场 但是当他们返回国内的时候 面对的却是经济崩溃和大规模的失业 而这个时候呢 却有数以百计的犹太医生 为了逃避沙皇的屠杀 跑到德国寻找工作 在和这些犹太同行的竞争中 德国医学界的反有主义就被调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呢 德国医生的社会经济地位 也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在纳粹上台之前 德国医学界正在经历的制度化 社会化和科学化的转变 19世纪的最后十年 比斯麦在德国进行了社会立法 他成立了德国医疗保险基金 他是由德国政府支持的保险公司 主要为德国民众提供医疗保险 1883年 德国政府批准了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医疗保险计划 1884年和1889年 又分别设立了意外事故保险和养老保险 德国的社会保险就把德国的医生也纳入到社会保险体制中 从而促进了德国医学的社会化 19世纪末在医疗保险公司建立的同时 德国大学和工业界的科学实验室也在不断的成立 医疗保险公司就促进了以医学实验室作为基础的诊所的兴起 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 医学诊所变得越来越制度化 出现了后诊室 预约时间表和集中化服务 那么就像纳粹在后来抱怨的那样 医学这个时候变成了一桩生意 那么纳粹上台之前的几十年里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汇集的人数不断的扩大 从1883年占人口总数的9% 到了1928年已经占人口总数的33% 保险公司的权利也相应的得到加强 保险公司呢就控制着医生日常的工作量 以便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保险公司还控制了病人和医生的互动 患者没有权利自由选择医生 那么医生们就抱怨保险公司的权利增长 破坏了自由行医的权利 他们认为医学的社会化 使病人不能自由的找他们就医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疾病保险 他们只能去保险公司指定了医生那里就医 否则就不能报销花费 这极大限制了医学界的自主权 1900年莱比锡的医生赫尔曼·哈特曼 就发起组织了一个医学协会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特曼联盟 哈特曼联盟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加强医生同保险公司的交涉能力 以便为医生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到了1911年 已经有95%的德国医生参加了这个组织 哈特曼联盟的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要让病人有自己选择医生的权利 经过近十年的斗争 保险公司终于允许让病人自己选择医生 但在1923年保险公司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 又把这个规定废除掉了 保险公司认为社会化的医学要求 理性化的分配医学资源 没有这种理性化的分配 社会化的医学很难在战后经济困境中生存下来 一战之后 德国是社会民主党上台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也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大力支持 很多医生抱怨 正是由于有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保险公司才重新占了上风 让整个医学专业遭遇到了困境 这种特殊的情况造成了医生们 对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主义极端的仇视 他们认为正是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主义大众医疗保险 降低了德国的医疗水准 在很多医生看来 保险公司就是一个非人性化的官僚机构 他们对德国医生的医学实践 横加干涉 正是保险公司把医患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 医生们认为 社会民主党让德国医学 落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犹太人保险公司的手里 那么德国医学界反有主义的兴起 和这种不满和抱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 犹太人在医学界人数增长很快 显得特别的扎眼 一战期间 七万五千名来自东方的犹太人 移民德国 在魏马民主政体下 犹太人就获得了在大学任教 和在政府里任职的机会 所以呢 他们也是魏马民主 最为积极的支持者 那么犹太人 还在管理德国社会保险公司中 扮演了重要的决策 正是因为这样 纳粹党后来就称 德国保险公司 是犹太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本主义 犹太人虽然在魏马民主政体下 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犹太人 很容易成为困境中的替罪羊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反有主义就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很多医生就认为 正是犹太人 夺走了本应该属于德国人的工作 一战后的高失业率 就让这种观点广为流传 这种失业形式 又随着大批医学毕业生 进入到市场 而变得更加的紧张 从1887年到1898年间 德国医生的人数增长了52% 那么德国人口呢 却只增长了14% 在一战结束后的短短几个月里 有5000名医生 从战场回到国内寻找工作 可他们面对的 却是早已不堪重负的就业形式 那么我们更要清楚的看到 大部分纳粹医生 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 完成他们的医学教育 那么这段时期 不仅是民族主义不断兴起的时期 也是大规模失业的时期 所以呢 反有主义 在德国医学界就大有失差 1920年7月 德国医学协会就讨论了犹太人问题 决定不将种族和政治议题 带入到医学教育中去 同时呢 还决定医院 不应该拒绝犹太裔的医学毕业生 但是这些决定 并没有能够平复反游情绪 就在20年代中期 格拉兹的医学院的学生 就不让犹太人 加入他们的医学组织 在科尼斯堡 犹太学生甚至被他的同学们扔出窗外 1月23年 种族卫生学协会最早的成员 吉纳大学动物学教授 路德维西·普拉特 就曾经公开的建议 犹太裔的学生不要选他的课 因为他会说一些 令犹太学生不愉快的话 反有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样 都是出于对某种事物的恐惧 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 正是对贫困化和对失业的恐惧 加剧了反有主义的传播 1926年5月 哈特曼联盟就声称 在德国医疗保险体制之下的 28,784名德国医生 有42%每年的收入少于2000马克 有28%的人收入在2000到6000马克之间 只有不到10%的医生 收入在12000马克以上 按照1926年的物价水平 这就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医生 收入只是略高于工人 而1929年大萧条来的时候 是局面更加的严重 1928年 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7540亿马克 到了1932年 就只有4517.5亿马克了 只相当于1928年的40% 那么很自然经济萧条 就对德国医生产生了极大影响 1932年 只有10%的医生 每年能有15000马克的收入 即便在1929年之前 还有48%的德国医生 他的收入要低于最低收入 到了1932年 有72%的德国医生 收入在最低线以下 也就是说德国医生 在纳粹上台之前 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德国保险公司 也遭遇到了财政困难 到了1932年 保险公司的收入 下降了近30% 尽管收入在下降 保险公司还是增加了 职业保险医生的人数 从1929年的 28700人 到了1932年 就变成了32000人 而医学院的学生人数 也呈上升的趋势 1932年的时候 有近22000名学生 在德国大学的医学院学习 集中5000人是新生 当时大学教育 被看成是避免失业的方法 因为一战前 德国大学毕业生的 失业人数几乎是零 但是到了1932年 有3万到4万名 失业的大学毕业生 很多人都表达了 对就业前景的失望 1933年1月 大多数的医学刊物都认为 医学专业 面临着巨大的灾难 1932年 德国医学院毕业的人数 是德国市场 能够吸纳人数的2到3倍 大批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造成了医学界的恐慌 他们担心失业的形势 会影响到医学专业的前途 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贫困化 严寇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 就让德国医学界对魏玛政府非常失望 1932年6月 德国医学协会上书给魏玛政府 要求限制德国大学在招生规模 但是被否决了 因为魏玛当局担心这样的做法 只会加重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使更多的医生导向纳粹 因为纳粹当时承诺 将会克服魏玛自由主义的软弱和冷漠 改变德国的现状 恢复德国医生的荣誉和地位 那么纳粹上台之后呢 就采取了种种措施 改变医学界的现状 纳粹首先把全体的医生 都纳入到德国医疗保险体制下 保证每年1000马克的最低收入 纳粹还在高校中限制犹太人 以减少德国医生的就业压力 1933年4月25日 反对德国大学和学院过渡拥挤法 就要求各个大学里 非亚利安种族的大学生的人数 在该校学生人数的比例 应该不超过这个种族 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 1933年4月 普鲁市的内政部就宣布 外国人不准获得成为德国医生 牙医和药剂师的执照 巴伐利亚内政部呢 则直接宣布 犹太人不准进入到医学院学习 通过反忧主义的政策 纳粹就成功的把犹太人 从德国医学界驱逐了出去 德国医学界从这些政策中获益 犹太人的离开 就让医学领域的竞争压力骤减 德国医生的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 1933年 医生的平均净收入只有9280马克 那么到了1938年 这个数字变成了14940马克 1928年 德国律师的平均收入 是要高于德国医生的平均收入 那么到了1933年底 德国医生的收入 就已经赶上了德国律师的收入 到了1935年 德国医生的年平均收入 就已经比德国律师的收入 要大约高出2000马克 那么纳粹解决德国医学界 困境的手段 是极端非人性化的 他是以牺牲 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代价 来换取德国医学界的支持 纳粹呢 通过反右主义的政策 满足了德国医学界的要求 所以呢 德国医学界也就成为了纳粹 反右主义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因为他们从纳粹的反右政策中 获得了直接的收益 那么随着纳粹的上台 德国大学和医学组织 就开始采取行动 解决犹太人问题 1933年4月 莱比锡大学就宣布 由于犹太学生在大学里的人数 和犹太人在全德人口中的人数不成比例 所以在接下来的十个学期里 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学 在柏林大学 非亚利安大学生 虽然可以继续学业 但是必须使用特殊的黄色的纸 1933年4月7日 重设公职人员法的颁布 就加快了纳粹 驱逐犹太人的步法 这个法律将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 从德国大学和政府机构里剔除出去 1933年到1934年 数以百计的犹太医生和社会主义者医生被辞退 到了1934年 已经有115名医学教授和医学研究者 被纳粹政权开除或者逮捕 国家支持的社会保险系统里的犹太人也被驱逐 1934年5月17日 德国劳工部宣布 非亚利安医生或者配偶是非亚利安种族的医生 将不再允许在社会保险系统中行医 那么这就给犹太医生和左翼医生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因为德国医生主要的收入来源于疾病医疗保险 通过种族立法纳粹很快就在医学的各个领域 合法驱逐了犹太人 1934年5月17日 纳粹就明确规定 非亚利安种族的医生和有非亚利安种族配偶的医生 不准在德国医疗保险体制下行医 1934年8月12日 纳粹要求所有的德国药剂师必须提供种族证明 1934年12月8日 纳粹就进一步规定 只有亚利安人的后代 才允许参加药剂师资格考试 1937年4月15日 纳粹规定 犹太人不允许参加博士资格考试